这有同修说不要修六度 因为那是菩萨修的 而我们要成佛 以不修六度 这个请开示 可以佛可以不修六度 不可能 你要晓得 佛比菩萨高一级 佛是菩萨修成 那你光修佛不修菩萨 你永远成不了佛 那为什么 你底下没有修吗 哪有这种道理 而且你还想到 菩萨下面还有基础 所以你一层一层往下去 你才发现 最基础的东西 就是 弟子规 这个我们讲 讲的太多了 世尊在这个佛藏经里面 佛藏经不是大藏经 是一部经 大藏经里一部经 它的经名字就叫佛藏经 跟我们说的很清楚 佛弟子 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 非佛弟子 对释迦牟尼佛说的 你也不按照程序的时候 几个小向大的话 你不是按部就班的 佛不承认你 所以中国佛教 也是从小城到达的 在隋唐时候 中国佛教十个宗 有两个宗是小城 叫居世宗 成诗宗 这两个宗到宋朝时候就没有了 唐朝晚年就衰了 宋朝时候没有了 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么中国佛教是怎么个修法的 用乳跟道的基础 代替下证 是好 为什么呢 总是中国东西 对中国人的口味 所以中国用乳大基础 用道大基础 由乳跟道 再乳大臣 那毫无问题 但大臣还是从十三学道修其 但是乳的道基础 跟十三学道差不多了 就可以说呢 统统已经具备了 这个识不可以不知道的 从这个基础上 修六后进 我们进宗学院成立的时候 我们有一篇元旗 元旗提出了我们的行门五个空 五个不多 他就很容易记 好学啊 那么这五个第一个 就是经义三福 你看经义三福 头一条 孝阳父母 奉司司长 慈心不杀 修师善业 这个四句就是基础 孝亲真思 基础 慈心不杀了 感应片 后面一句修师善业 这三样东西 经义三福 头一条 第一个要去做点 由这三条的时候 你入佛门 受持三规 知足中介 不凡为一 三规五介 你就一定会做得到 要不然三规五介做不到 只是形式上受个而已 不是实质上没有 那么从三规五介 再提升到 发菩提醒 身心应苦 读诵大臣 这个都是属于自利的 后头的利他 劝尽心者 你看 自行化他 我们是 这个禁宗 就是以这个 为指导的原则 那么然后 我们团体生活 团体生活 这是六合戒 这是非常重要的戒律 要活气 世间人家活气身材 家活万事性 不活 绝对不是佛法 所以六合戒 三触 戒丁慧 六度 最后一个括目 普贤十愿 十大愿望 我们要求 要把这个五门功阔落实 那念佛 哪有不忘 三的道理 像这种态度 修佛 只是说 这个不要修六度 这个是 决定不能成就 哪有这种道理 我会 chegar 本身的证明 我会 我会议